你看 漲幅12.5% 然後呢 台電營收有741 那為什麼還要再補1000億 這是大家非常關切 重點是你補了1000億之後 你真的可以保證我們的店價 到底可以撐到什麼時候 可以讓我們的民生用店 大家都有個安心的一個標準 是 報告委員 如果說我們能夠得到這個 大院 各位委員的這個支持 然後我們可以改善這個 台電的這個財務 我相信我們現在因為這個材料 材料 原材料的這個價格 看起來已經到了高點 我們現在很多買的 我們現在購電量是比較高 但是我們那個整個材料費是降低的喔 你要知道 現在整個二屋戰爭完之後是完全往下降 然後我會要求台電的這個管理能夠精進 所以那個院長有要求我 兩年內如果這個台電不能夠正向 得了這個補助 然後兩年內你又還要漲價 那可能就是我告別的時候 你一直告訴我說兩年之內我給你這麼多的錢 台電還沒有所作為還是不斷的 要嘛就是給我漲電價 要嘛就是補助 就是你郭部長下台的時候 你知道為台電下台就對了 因為你要為你的政策負責任就對了 我們是說我們會共同努力讓兩年後 台電的財務能夠健全 那健全的過程當中 總有一段要調整期 現在我們盡量再調整 內外部都要調整 其實利建部長都想要讓台電健全啦